現在在外面的溫度 因為我們剛剛提到的 很熱 很想吃冰的溫度真的 早7點多就想吃冰 因為溫度真的有點高 高雄現在已經有29.2 恆春29.3 真的很想吃蠻火冰了 北台灣還沒那麼熱 但也悶啦 今天確定是西南風 所以就是那種潮濕悶熱的風 所以今天還是要選擇 輕薄透氣的衣服 而且建議大家 那衣服要比較容易乾 有點像排汗衣 會比較舒適一點點 因為下半天那個雨一下 有時候真的全身濕大發黏黏的 也是很不舒服的 因為今天下雨的狀況 會比昨天多很多很多很多 我們來看看衛星雲圖 其實今天就要圓眩封面 正在靠近當中水氣增加了 然後所以呢 不穩定的因素就變多了 像早上來講呢 包括中南部地區 零零星星會有一些舉步短暫雨 不過沒有那麼大 可能就是一陣一陣的 北部現在其實雲量 也比較多一些些 其實雖然雲比較多 但是中午之前還是熱 然後熱到什麼呢 來 中午開始 一方面封面接近 一方面午後熱對流開始起來了 好了 全台的大雷雨又會出現了 昨天那個午後雷震雨 比較集中在北部 這個台北市區 新北市區下的比較大 但是今天是 從北到中部到南部 全部都會下 今天就一個地方天氣是好的 但是非常炎熱叫台東 因為在西南風 被風沉降坐的情況之下 台東今天吹墳風的機會很大 高溫34度以上 所以台東的觀眾朋友乾熱 要防中暑 再來要看地面天氣圖了 有沒有看到 藏著一道封面 這道封面結構 目前看來是滿完整的 所以在今天到明天這一段時間 可能會帶來一些滿明顯的降雨 目前預估下半天開始 因為這個封面下來了 首先開始下 然後今天晚上到明天早上 就是這一波封面 下雨時間最明顯的一段 所以要提醒大家 先有心理準備 今天晚上如果要睡覺的話 可能真的是要把窗戶關一關 然後把那個叫什麼 你的衣服該收的要收進來 不然是半夜大雨下來了 可能都會打濕了 大家先特別的注意一下 不過在這個封面下來了之前 還是熱 今天的高溫還是有33 34度 注意這個 小心不要中暑了 再來就要看看天氣走勢的部分 接下來的天氣狀況是如何 今天星期二的天氣是一個 從壞變好 上半天好 下半天就開始下雨變壞了 一路壞壞壞 然後明天星期三 是從壞變好 上半天可能雨是還很大 下半天之後 雨就會逐漸緩和下來了 而且因為下了雨之後 開始吹東北風 北台灣有機會在明天 降溫5到7度 冬天如果我跟你說 降溫5到7度 大家都嚇壞了 但這種天氣降溫5到7度 其實是滿舒服的 明天北台灣會稍微聊爽一點點 在星期四開始 好啦好啦 封面走了之後 又會開始恢復到炎熱 午後雨的天氣型態 但是因為南邊的水氣比較多 所以星期四到星期天這一段時間 南部跟花冬 偶爾都還是會下一些局部短暫雨 南部跟花冬的觀眾朋友注意一下 那當然午後雨的情況還是有 這幾天都還是要帶雨季 下個星期一又有封面接近了 天氣又不穩定 不過下一波封面的狀況 因為距離時間還有一點遠 到時候再來觀察 最後今天天氣不可不止 還是要提醒大家 又很熱又下雨 但是居然還有濃霧了 金門這個季節就很容易起霧 濃霧特寶目前能見度不到200公尺 大致的觀眾朋友特別的注意一下 還有再來 這次最後一定要提醒大家很重要 今天晚上到明天早上 是封面通過最明顯的時間 大雨很可能還會有這個閃電啊打雷啊強震風的狀況 我們剛才提到了提早的防範 那至於現在出門的話 防篩要做好啊 全台紫外線紫處得過量級 還有就是雨季請您一定要帶 現在可以拿來這個太陽防曬一下 下半天保證派著上用場 千萬不要淋濕了 把時間找給願意